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表现理想 恒指再创十年新高 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题目是 继续破顶 没讲完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216点 收报2692 升幅有0.76% 成交相当活跃 有1032亿 较上周五多了18%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图 恒指全日列口高开 列高开186点 那时已是开报2661 最高就冲到2792 即是较收市位高100点 然后美市回吐回 回到100点左右 收报2692 那后市怎么看呢 其实上周一 我和大家就已经说到 正常回吐未转灯 因为上周一有些回 上周五其实说到 不道不沽 其实外围整体形势一路向好 一路上升高 港股其实有些落后 上周五国企指数 率先破了顶 轻微破顶 今天正式破顶 今天国企升83点 收报11602 站在前浪顶之上 恒指的情况其实一样 站在前浪顶之上 不道不沽 现在其实外围形势一路都向好 所以港股的形势 后市继续可以乐观 估计它一路都是 仍然都保持反复上升格局 除非跌穿 途中所指的 二八二四八 否则不用担心 各指的情况相似 除非跌穿 途中所指的 一一三二三 否则不用担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因为上周五说到 不道不沽 今天就说继续破顶 不是港股破十年顶叫好 是外围很多市场 都是继续破顶才好 道指上周五再升三十点 收报二二八七一 这个是收市位来计 历史高位 全日高位二二九零五 就是历史高位 日经二二五指数 今日再升一八点 收报二一二五五 最高位的时候见过二一三四七 这些都是超过二十年的高位 台湾加权指数升五十点 收报一零七七四 以全日最高位收市 这是二十七年的高位 韩国指数 南韩 今天升六点 收报二四八零 而全日最高位二四八七 就是历史高位 今日收市位 也是收市位 历史最高的 所以见到很多市场 都一路冲上去 港股不道不辜 只不过是与外围市况一齐一齐地上升 一齐继续破顶 所以除非整体的形势改变 否则港股仍稍稍稍乐观点 可以继续上升 好了 今日港股升 港交所应记手工 今日港交所是行至成份股里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一度冲到上去二百三十元两毫 挑战前浪顶二百三十三个二 收市的时候 增幅就收窄些 升2.7% 收保225.6% 最主要原因 它今天升 就是因为市场 就是说 港交所可能和政府要求 降低印花税 后来回回一些 因为李小嘉出席论坛之后 回应市场这个说法的时候 就说 政府就未必一定会的 因为这个印花税 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你见得到 官方说完之后 其实港交所没有一下子 跌下来 仍然都站在这个下降轨之上 和今天的成交大到有成六十亿 就是说市场对这个传闻 仍然有点乐观 估计港交所仍然 后市有机会挑战前浪顶二百三十三个二 甚至升穿 因为这股股相对都是落后 那有哪些没那么落后呢 好像这个 平保的相对没那么落后 因为平保今天最高见过65.45 收64.7 这个破了前浪顶的了 那这些走势就是比较强 这些就是强势股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更强一点的就是腾讯 腾讯今天呢 就收报355.6 是全日最高位收市的 升1.8% 乘加了62亿的 那这股股当然也是强势了 那所以这些股份呢 都是值得向好的 另外有一批股份呢 都是值得留意的 就是内银股 因为内银股 受惠于这个九月内地新增贷款 超预期 那这批内银股呢 全部呢 今天呢 都是表现得比较理想的 好像呢 中行升1.24% 收报4.1% 建行收7.04% 升了1.15% 公行都升0.6% 收6.41% 农行升幅呢 虽然稍迅 都有0.5% 收报3.68 那一批内银股 是这个很重磅的 如果这批股份呢 可以推高的话 估计的大致呢 都还是有得上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